听说企图当托鸡仔特别的好玩 而且还可以剪很多装备是不是 于是今天我就来当一下老鼠 看看我能不能孔手套白狼 我靠 什么鬼装备 竟然只给我一把嘴巴开 我的天哪 来填一下人机的包 好在里面有一把狗子 可是不够呀 里面全是大佬 我要怎么和他们做斗争 怕是心头怕 胆子要放大 本来咱们也一无所有 还怕死不成 当我进来之后 突然看到一个人往外跑 机会来了兄弟们 悄悄跟上去投他屁股 看到一个司套 倒一个倒一个 赶紧去舔包 以为外面还有人 nice兄弟们 用一件四级甲和钢铁MK12 转了转了赶紧跑 接下来里面出来一个六级套 我打他一万枪不倒 我打他一万枪不倒 这什么伤害呀 打了这么多枪 我还是高爆死蛋 这都打不起人 接下来 接着又出来一个四级套 我的天哪 也不倒 这把枪狗都不用啊 最后我是被一颗火烧死 受不了了兄弟们 感觉当突击仔不爽呀 还是去乱杀好吧 这局赚他个五百万 再带一张黑卡 进去开 开局这个复活点还不错 下面应该是有人的 先去抓下面那个人 你们听见他的枪声没有 他肯定要出来 完了 后面也来一个 先打再说 这个人是四级 后面那个人跑哪儿去了 刚刚差点螳螂补偿黄雀在后 他好像跑掉了 我刚想进幅社区 结果又听到一个脚步 这个人特别特别特别的倒霉 他好像连六甲都没有 我本以为他是个嫖仔 结果他竟然爆红了 甚至还掉了一把精妹 这也太惨了吧 这个小嫖仔的盒子 我都不想看 一个紫光而已 而且还有风险 不知道那个人 还有没有蹲在上面 进来后 听到前面在打架 我家族玛丽直接冲 只有打架装备 来的才是最快的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来的时候正好他们打完 最后一个幸存者开始舔包 全都是我的咯 哇靠兄弟们 发财了 两个六头游泳将卖 发了发了 根本拿不了 这时又听到一个脚步 这也是个四季套 太多了太多了 我得把装备藏在一个地方 然后再回去填 我丢在这儿应该不会被突击在头吧 我要是上局遇到这样的我 岂不是发啊 舔完之后就去刷一下boss 好家伙 我都没有见过金光 什么时候给我打个金 boss里面也是一张黑卡 黑卡是真的多呀 这时又来了一个捕损之客 这个人是会玩的 哇靠 怎么跑这里来了 他肯定又发布 直接爆头线秒杀 这小子刚刚脚步在前面 突然就下来了 肯定用了滑布 我差点翻车 又一个六级包 装备也太多了吧 我都没怎么开箱子呢 还没等我舔完又来了一个 这个人也是会玩的 他也和我坚持了很久 他往后撤了 先开个箱子 压压压 嗯 出货了 正所谓 倒高一池 魔高一丈 他最终还是被我找到了破绽 拿下 拿下拿下 直接前后辐射区 又是一件六级甲 我现在恨不得有一个十级包 因为我黑门还没开的 最后我把这个箱子给开了一个 然后就去开黑门 黑门有没有金砖 给我来个砖 没有 这个也没有 一根金条 最后一个也没有 你们看我战备值 已经4.5米了 但是我感觉 还有很多箱子没开 我已经不想去开了 实在是装不下 看一下刚刚那个瓢仔的包 我靠 被人捡过了 是不是突袭仔干的 我有点担心 我藏的装备还在不在 还好还好 有金无闲 边卖物我丢一些吧 我还是比较习惯装备的 金妹肯定要带走 最后撤离 成功赚了整整四百万 完美的音乐局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